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藥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安樂集》 今天要講的是念佛法門的殊勝到底在哪裡? 我們看道綽大師說 在經典裡面有記載 佛度眾生的方式大概有分成四種不一樣的方法 就像我們講到 一個救火員 救人 他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一樣 有時候要用水來滅火 有些是用沙來滅火 有些直接用滅火器滅火等等的 很多不同的方式 佛出現在這個世間 度眾生就是這樣 就有不一樣的方法 很多人以為說佛度眾生大概就是講法而已 其實不是的 除了講法 還有其他不同的 大概來說就有分成四種 第一個就是剛才所講的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就是佛陀講法來度眾生 佛講法開始 眾生聽了 明白了 他就成就了 第二 有時候佛是不用講法的 佛是用他的莊嚴像 眾生看到佛的莊嚴像 被射受 馬上也就成就了 好像現在 有些年輕人看到自己的偶像明星 我們看那些明星 都不用講話的 他就站在台上 然後底下的戈鼻 好像就瘋掉了 這有點類似 拿來比喻 佛的莊嚴像 更加不可思議就是 眾生看到 會被射受 會回頭是岸 還有第三 有時候佛陀是以神通變化來度眾生 像我們現在一樣 像我現在 如果只是單單講課 沒有電腦投影片 大家可能看到都打瞌睡了 所以放出來投影片 有一些圖案 可以看一下 想一下 就比較射受 那佛陀的科技更加高級 因為佛不用電腦的 他是神通變化 馬上變出十方世界給眾生看 而且是真實實在的 就是現代人所講3D、4D、5D的 不像我們現在一樣 就是2D、平面電腦的 這些 剛才所講的都是佛度眾生的方式 你看有講法 像好莊嚴 神通變化的 但是 剛才所講的方法都是有障礙的 為什麼? 因為那些 都必須有佛在現場才有辦法 如果今天不是佛陀的開示 不是佛陀的像好莊嚴 不是佛陀的神通變化 那就鬥不了人了 是吧?各位 我們今天看到普通人 跟三千年前看到釋迦牟尼佛會是一樣的嗎? 那當然不一樣啊 要比喻說 我們今天單單看經書就能夠開悟嗎? 經書是佛講的話啊 但是我們現代人看經書 等於是經書看我們 是看不懂的 聽不懂 像最有名的佛經之一 但是也是最看不懂的佛經 大概就是我們佛文裡面的《金剛經》了 我挑了幾句 給大家看 佛在《金剛經》就說 各位看看 這是佛講《金剛經》的真理 就這幾句話講完了 那我們聽得懂佛在講什麼嗎? 這個《是》又不是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金剛經》的道理 它並不是我們世間邏輯能夠理解的 這一段話 好像佛是在說 你現在叫靜本法師 但是你又不是靜本法師 那你真的就是靜本法師啦 就眾生者如不來說 非眾生 世民眾生 各位 我們看 這樣的道理 普通人又怎麼能夠聽得懂呢? 到底佛講的是怎麼回事呢? 又好像說 現在不是左邊 那不是左邊 我們就會問 不是左邊 那是不是右邊呢? 佛也說 不是右邊 不是左邊 也不是右邊 那是不是這個中間呢? 佛這個時候也說 也不是中間 哎呀 這樣子就很亂 哪裡呢? 不錯! 那這樣子的道理 怎麼能夠聽得懂呢? 所以 就算現在是佛親自給我們講法 我們還是聽不懂 因為佛所示現的這些方法 佛經也好 相好也好 我們必須要有相應的根基能力 要不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吸收的 你看像佛教的歷史上 就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啊 當初佛講這個《華言經》就是大乘經典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的境界不夠 他體會不到 所以他們那些人就比喻成如龍如鴨 就是聽了 但是等於沒有聽 好像耳龍啞巴的人一樣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佛講的是什麼 明明前面是佛講法 但是這些人完全聽不懂 就好像幼稚園的小學生到大學去上課一樣 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看幼稚園則為ABC 1加1的 那這種程度肯定是聽不懂大學的課程的 是不是? 幼稚園到大學上課 就算前面是頂級的大學教授 那幼稚園的學生還是如龍如啞的聽不懂呢? 就幼稚園的學生到大學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理解 沒有辦法溝通 就是說 現在佛法是佛法 經書是經書 但如果說人只是小學生 幼稚園的程度 根基 那就完全沒有辦法得到好處 就像剛才所講的 所以除了佛陀要在現場 還有我們自己的根基 要能夠接受 要不然就會形成障礙 所以一般人覺得說學佛很難 就是這樣 因為真的是太難了 你看 像剛才所講的幾個法門 哪個不難的? 大部分的眾生都會被漏掉的 想想看 今天看《金剛經》開悟的人有多少 有些出家人看了一輩子 才了解一點點而已 更不用說是普通人 那那些自稱自己開悟的 他們真的就開悟了嗎? 就算開悟了 但是他們煩惱斷了嗎? 那還有沒有所謂的煩惱喜氣? 有些人學佛業久 鼻子是越長越高的 就是越傲慢 脾氣也越來越大 這個一想就知道 一般人真的做不到的 尤其道綽大師說 我們這個時代更是這樣 所以大師講 還好 還有最後一個最殊勝佛度眾生的方法 而且這是人人都可以得度的 那就是念佛法門 名號度眾生 這是佛最殊勝度眾生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法門只要我們念佛而已 我們不用說要自己開悟 不用說我們自己要斷煩惱 也不用說我們自己要會誦經 也不用說我們要會觀想 見到佛長什麼樣子 而是這個法門 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就好像我們講到我們打電話一樣 我們打電話 其實只要按對的號碼馬上就接通了 是不是? 我們不用明白手機是用什麼做的 也不用說一定要看得懂說明書 也不一定要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 只要你現在按對號碼就行了 念佛法門就是這樣 南無阿彌陀佛講白了 其實就是阿彌陀佛的手機號碼 我們雖然什麼也不會 也不知道阿彌陀佛長什麼樣的 但是只要念佛 阿彌陀佛那裡就通電了 這就是無上的殊勝方便 所以有些人很羨慕觀想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念佛其實還比觀想更加的殊勝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要觀想 想阿彌陀佛 那請問 阿彌陀佛到底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阿彌陀佛又不是我們這個世間的人 如果說你今天想留得花 我們至少還有照片可以看嘛 但是阿彌陀佛又沒有啊 經典手描述阿彌陀佛的像好莊嚴 我們又不確定自己理解的對不對 我們看全世界畫的阿彌陀佛好像都長得不大一樣的 又如果說 現在我們整天看到阿彌陀佛都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那我們凡夫 可能也不會太過的自在 是吧 各位? 今天如果說 有哪個國家的總理 總統 首相 主席來到我們的家 那請問 你會不會穿著背心 短褲去接他嗎? 不會的嗎? 總理 首相來了 我們肯定要打扮一點啊 西裝 化妝 布置一下 這是肯定的 因為他是貴賓 那如果說 你現在天天可以看到阿彌陀佛在身邊 那你天天也是要化妝打扮的嘛 那你不可能說 看到佛來了 還隨隨便便的 總理來到家裡都要打扮啊 那你更何況是佛來到我們的家呢? 所以如果說你天天都見到佛 凡夫或許也麻煩 天天要穿著西裝 天天都要打扮 甚至現在我們躺在床上睡覺 上廁所 我們也看到阿彌陀佛在旁邊在看著我們 哎呀 那這樣子的日子就很難過了 一見首相總理 見一兩次還好啊 那你天天見的話 也感到不大行 不大習慣的嘛 阿彌陀佛就是知道 我們凡夫在這個世界不行的 所以才以名號來度眾生 阿彌陀佛就說 你不用天天見到我啦 你天天天見到我 也麻煩 你就天天念我的名號 南無阿彌陀佛就好 就算在生活當中 你要出去上班工作生活 隨時念佛就行 我們不用見到佛 但是阿彌陀佛會在暗地裏保護我們 那這樣子就很好 等到最後要走啦 就壽命到了 那個時候沒有顧慮啦 我們要離開啦 要離開了嘛 當然就沒有顧慮啦 阿彌陀佛才現身給我們看 把我們接引到這個淨土去 所以有些人說 為什麼說我們念佛 阿彌陀佛不現身給我們看呢? 其實 不現身給我們看 還是慈悲我們的 佛不要給我們添麻煩嘛 給你看 也是慈悲 不給你看 也是慈悲 一來 阿彌陀佛是以佛號來度眾生的 他不是以這種身相來度眾生的 二來 是不要給我們壓力 你最後見面了就好 這是阿彌陀佛的慈悲智慧 就以名號來度我們眾生 可以說 是最方便 最慈悲的法門了 要知道不只最方便 而且可以說是最出生 為什麼? 因為道綽大師說的 稱念莫不除贈獲益 皆身佛淺 即是名號度眾生 佛說的 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的業障就能夠消 到最後 肯定就能升到那阿彌陀佛的面前 升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而且人人都可以 莫不除贈獲益 莫不除贈獲益 就是人人都可以嘛 就是你只要念佛 就保證100%能夠成就 稱念莫不除贈獲益 我們看 剛才所講的 佛講的經典 我們不一定能夠聽得懂 佛的向好莊嚴 我們也沒有能力觀 就是說 其他佛度眾生的方式會有障礙 但是念佛法門就不一樣 你看 經典說的 念佛是完全沒有障礙的 莫不除贈獲益啊 就是你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你不管是誰 通通就能夠得到好處 像我們常常 你看 在這個路邊 看到有人立這個南無阿彌陀佛的十杯石頭 這就是很明顯 名號在度眾生 要不然 怎麼度眾生呢? 什麼都沒有啊 就只有六個字的南無阿彌陀佛立在那裡而已 那我們講的 當然就是佛號在度眾生 有一個是關於師父祖上家鄉的故事 當時 在師父的家鄉 有一位叫做杜先生的人 杜先生在那個地方 常常很熱心幫助別人做事的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也可以說很受當地人的歡迎 那杜先生當時並沒有學佛 但是他自己就發心 在當地蓋了一間寺院 他從來對佛法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皈依 也沒有施術 只是建了一個寺院 想到說 寺院建好了也要有人啊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就花錢請那些做生意買賣的金燦佛士來做活動 自己不會嘛 就花錢做活動啊 那個時候有人跟他提議說 那我們來到你的寺院做念佛共修吧 但是當時直接被杜先生罵 他就說 什麼念佛 哪有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 我都沒有看到 我不要這麼迷信 很奇怪的 他明明改了一件事 還說人家迷信 當時覺得說 這個念佛就拿阿彌陀佛六個字幹巴巴的 小孩子都會 肯定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這個花錢做法會悄悄打打 還比較熱鬧一些 講的是俗一點 比較像樣一點 不過 有一次的經歷 徹底的讓這位杜先生改變了 那個時候 有一位高居士 高居士也是跟杜先生一樣 在當地服務的 但是 杜先生就覺得說 這個高居士頭腦有點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這位高居士整天念阿彌陀佛的 傻傻的 整天念佛在做什麼呢? 杜先生覺得這個高居士頭腦壞掉了 所以有時候 他就罵他念佛 他說 你念什麼佛 你神經兮兮的 但是 高居士也沒有跟他吵架 因為信阿彌陀佛的事情 就是我們講要有善根 善根的人 你跟他解釋太多 有時候就沒有用的 好像現在跟一隻豬講人話有用嗎? 一點用都沒有 豬又聽不懂 所以不用吵架辯論的嘛 古人講的 不知而不韻 就不要因為對方不知道而吵架生氣 因為這樣子根本沒有意義 沒有意思 過後 高居士在往生前一段時間 突然跑來告訴了這位杜先生說 我其實已經看到阿彌陀佛了 我一看到極樂世界了 太莊嚴了 我現在看到佛要接我去了 這個杜先生一聽就神氣了 就跟他說 你不要胡說八道 人家跟他說欲知識字 結果他還罵人 結果還真的 過了沒有多久 這位高居士真的就往生了 真的就走了 人家來通知杜先生 杜先生當時還不敢相信 他就說 怎麼會這樣 真的往生了 前幾天 高居士看起來還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現在就走了呢? 其實他都不知道 念佛人有時候是好好往生的 不一定說一定要病到苦苦才走的嘛 念佛法門有時候就有這樣子的殊勝利益 那這位念佛往生的高居士 他在當地 剛才所講的 他也是一個很熱心的人 所以現在人過世了 大家想到說 聽說人過世 我們就要念佛 要不我們找幾個人去為這個高居士念念佛吧 就當作送他最後一程 那位杜先生是負責人 是領導 他聽了以後就很擔心 因為一直以來 他是花錢請人家做活動的 那本身是擠了什麼都不會 不過後 他就想到說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啊 那應該還是可以的 其他不會啊 但是動動嘴巴念佛 送高居士一程 那應該沒有什麼難的吧? 畢竟高居士之前也為大家的服務這麼多 你不去送他念佛 好像也說不過去 結果真的 杜先生就找了好幾個人 包括他自己 總共找了8個人 要給高居士祝念念佛 但是 這幾個人平常就是沒有學佛 沒有皈依 沒有吃素 什麼都不會的 甚至講到祝念要開世 他們也不知道要講些什麼 什麼儀鬼也不知道 所以杜先生就是硬著頭皮 想到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們就去給他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 沒有辦法了 只能這樣 而且當時天氣很熱 所以他們只有念2個小時而已 一般祝念要念好幾個小時 8個小時嘛 但是他們不懂 天氣很熱啊 就感覺2個小時念佛 應該可以了 那這樣單一單純的念完佛 杜先生說 當時他心裡其實是完全沒有底的 就是他不知道這樣子念佛 到底對高居士有沒有用 畢竟他們只有念6個字 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那這樣子 只有念一句佛號 到底是行不行的 那在高居士往生一個月以後 沒有想到他這家人就來找這位杜先生 高居士的家人也是從來沒有學佛的 也從來沒有來過寺院的 就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但是這一次就特別過來找這位杜先生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他們夢到這位高居士了 當時在夢裡的高居士 他們看到他全身是發光發亮的 而且看到高居士是站在一朵蓮花上面 而且笑咪咪的說 我現在在阿彌陀佛身邊了 一切都很好 你們不用擔心我 家人特別來找這位杜先生是因為 高居士在夢裡特別的交代 要感恩當時往生的時候 杜先生帶人家來念佛 並且請這個家人轉告杜先生 就跟他說 其實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夠了 你不用再修了 亂七八糟的 各位我們看 不學佛的家人還能夠夢到這樣子的事情 還能夠講出這樣子的話 那肯定是高居士視線給家人的 我們想想看 難道不學佛的家人 知道念佛往生的人是做蓮花 念佛放光 在阿彌陀佛身邊的嗎? 一般沒有學佛的人怎麼會知道? 那肯定真的是高居士視線的 當時還有其他人在同一天晚上 也是跟他家人一樣夢到高居士 情況也是差不多 那真的就是真實的 這件事情就是讓這位杜先生受到啟發 因為他原來以為說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很迷信 很單調 沒有味道 還是金燦佛式悄悄打打 比較熱鬧一些 但是現在 眼前活生生的例子 高居士最熟悉的 從以前到現在 只有念佛 還讓他以為說 高居士頭腦壞掉了 怎麼每天念佛的? 但是人家 就這樣指出 聖遇之十字往生淨土 走得這麼好 而且當時 杜先生幫忙助念 也只是念佛而已 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頓時 他對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就受到啟發了 過後 我們淨土宗又把法門傳到那裡 讓杜先生更加明白這句佛號的殊勝利益 所以 他過後也跟著歸意了 這位杜先生 現在叫佛物居士 我們淨土宗的歸意 全天下都是佛自備的 跟你們都一樣 佛物 杜先生也就這樣開始護持 淨土宗的念佛法門 在那個期間 那裡也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廈門有一個地區 在一條馬路上常常發生車禍 如果只是說一兩次 還說得過去 但是整年就一直發生 而且那個地方靠近海 常常小孩子在海裡面游泳 會被淹死 但是他們想到說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倒不如說我們試試看 南無阿彌陀佛的力量好了 所以當時他們在那個地區四個入口 就立了南無阿彌陀佛的十頭十杯 四個入口都放南無阿彌陀佛的十杯 結果沒有想到 效果還真的驚人 因為就這樣立了以後 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橫死的事情了 就車禍死人少了 淹死也沒有了 當時這個地區的人覺得說 哇 這麼好的東西啊 放四個太少了 要多做一點 到處放在危險的地方 他們沒有學佛嘛 沒有學佛的人想要做 就是看到好處而做的 因為不可能這麼巧的 沒有佛號十杯以前 一直出事情 有佛號十杯以後 就完全沒有了 想都知道 這是南無阿彌陀佛的力量 所以 道綽大師說 稱念莫不儲喪獲益 皆身佛潛 即是名號度眾生 凡是佛號的地方 就是能夠消業障 就是能夠利益眾生 只有利益的 就是升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了 我們看 今天講師父家鄉發生的故事 就是最好的證明 像之前 杜先生服務局勢 他就懷疑啊 道綽一句佛號行不行的? 這麼普通不起眼的 跟一般人一樣 結果 看到自己身旁的高居士 就這樣念佛殊生的往生 又有佛號十杯化解橫石的例子 這些種種都是事先阿彌陀佛 是以佛號來度眾生 有些人看不起佛號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佛度眾生的方式不一樣 是沒有錯的 有些是以記定會 有些是誦經 觀想 這些都沒有錯 但是以佛號來度眾生 也是其中一種 所以今天 就算我們真的什麼也不會 如果說誦經也不行 觀想也觀不起來 修行戒定會也做不到 但是 只要有念佛就行了 因為阿彌陀佛是以名號來度眾生的 各位想想看 我們人這樣子念佛 難道說你還會輸給石頭嗎? 剛才那個石碑石頭 連念佛都沒有念 那就是佛號力在哪裡? 佛號石碑力 災難 你看就消掉了 這就是佛號的力量嘛 要不然我們現在試試看呢? 我們現在不寫南無阿彌陀佛喔 我們寫123456 你看看有沒有效果 搞不好隔天來創車了 那肯定啊 這個效果都是南無阿彌陀佛本身的加持嘛 石頭佛號都這樣了 那哪有時候我們人念出來還不行呢? 難道說我們人這樣子念佛 還連佛號石碑還不如啊? 所以真的像道綽大師所講的 稱念莫不處障獲益 名號度眾生 凡是念佛 一概一律都能夠消夜得到利益 因為這是阿彌陀佛度眾生的方法 就是以佛號來度眾生 這是很感恩阿彌陀佛的 要不然我們這一生其實得度就難了 因為像剛才所講的 如果說今天要誦經 有一些人可能字都不大認識 就算認識字 你也不懂意思啊 就算懂意思 你還是做不到啊 你按佛講的 要走修行的路 要斷煩惱 你不要分別執著 就這樣這幾句話講完了 不要分別執著 不要有煩惱 不要有妄想 我每一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能夠做得到嗎? 你今天被你的老闆吵魷魚了 你能夠不分別不執著啊 老闆吵我吵得好啊 今天遇到人生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能夠完全沒有煩惱嗎? 講道理很簡單啊 看波放下沒有煩惱 但是就做不到嘛 做得到的話 全世界的佛弟子早就成佛了 但是幾十年 幾千年 你看 看到現在 看到出現哪一尊佛了嗎? 好彩啊 現在幸運的是 我們有遇到阿彌陀佛 因為做不到修行的路 沒有關係 我們就念南無阿彌陀佛以行 因為這也是佛度眾生的方法 而且是罪數生的方法 因為人人念佛 人人都可以得度 沒有一個人是會漏掉的 承念莫不出上禍益 就看我們要不要而已 所以道綽大師就說 即今時眾生 即當佛去世後 應稱佛名號使者 就是說 我們現在應該念佛就是 因為繼續上一次所講的 佛滅度幾千年以後的今天 我們除了念佛 真的沒有別的出路了 因為離開佛陀時代越遠的時候 就是越污染不能修行的時代 你想想看 佛陀時代一講法 大家都正過了 但是現在一講法 大家聽不懂還打瞌睡了 那就差得太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除了念佛 真的是沒有別的出路的 那因為煩惱斷不了啊 就是念佛蒙受佛力加持到淨土去成就 所以也就很感恩阿彌陀佛的慈悲 成就這麼簡單說聲的法門 讓我們可以得度 離苦 得樂 所以這就是今天要學習到的內容 就是佛度眾生的方式 每一尊佛度眾生的方式就有不一樣 有些是以講法 有些是以觀想 有些是神通變化 但是阿彌陀佛是以名號來度眾生的 這是阿彌陀佛願意的特別 也可以說是最簡單殊勝的方式 因為講到念佛是沒有條件的 你只有念佛就行了 這是道綽大師根據經典告訴我們的 讓我們了解阿彌陀佛的慈悲 佛門裡面有以佛號來度眾生的法門 就希望我們念佛能夠得度 所以不要聽到別人說 哎呀 學佛哪裡呢?可以單單念佛就被動搖的 其實單單念佛也是佛度眾生的方法嘛 也是阿彌陀佛度眾生的特別方式 所以我們安心地念佛就是 不要受到別人亂講 就受到影響 所以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聽了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就是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學習安樂集 好 南無阿彌陀佛 沒有兩者問你 佳 consci 少女主 интер Peter 世常闹 佳三長生 miel是其中 att t为 Chi te Dialg 佳游每年有持人的 unseren人 佳游每年有15ologists 正是平常演員 佳游每周 &bral T bit of tire listen to all major 佳游每鑶宝 Auschwitz 佳游ably山 coll字 佳游每鑶宝有廣��가市場的 800ióн 佳游每尺 天的一項9、國際化 佳 零100 Ter evol kindergarten 佳游每鑼一鑽微口 佳游每鑶宿一鑽 unlocking 中文字幕请 copies. 阿密托府 南达阿密托府 南达阿密托府 佛陀佛 佛陀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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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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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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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